《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每週精選 2016年3月13日 第1489期時代論壇 專欄是良心發現 由壬至強讚文 題目是上帝歸上帝 廚房歸廚房 別說食物動物土地 那些奇形怪狀的話題了 其實在眾多承傳著 保守傳統的華人教會裏 要談論日常生活的事物 隨時會被界定為無關信仰 甚至不夠熟靈 如果有人經常將注意力 放在這些生活小事上 就等於貪愛世界 愛主的心不在他裏 因此 這些事在教會場合裏 仍是小題為妙 如果用來做聚會主題 就更不用想了 話說當年老大開始不甘寂寞 在正業之外 開始胡思亂想那些不守規矩的煮食神學的時候 好朋友傳來一段文字 大概是某位在華人教會之間 得高望重的報導家的講座記錄 其中一段大肆評擊某位神學博士 在神學講座裏面講些什麼廚房神學 批評他是不是認為神的道已經沒什麼好說 就將這些都拿來講 藉此吸引家庭主婦來聽 當然 報導家要罵的人一定不是我 因為我當時仍然在讀博士 是不是能夠完成依然是個天華未曉得的奧比 這件事在當代經典名著我愛丁堡裏面已經有技術 嘻嘻 哦 但是吸引家庭主婦聽神學講座有什麼問題呢 Why is it a problem 是女性不應該不需要沒有資格聽神學講座嗎 還是主力負責照顧家庭的人不應該不需要沒有資格認識神學呢 始終牽涉非常嚴重的性別角色定型和家庭崗位歧視 真是嚇死人 但是更加嚇人的是 那個論調背後透出一個更加深層更加嚴重的問題 它根源自一種徹底扭曲 或者扭曲徹底的性族二分思維 是上帝歸上帝 廚房歸廚房的態度 來自海撒的歸海撒的誤讀版 注意是誤讀版 這裡裏面的廚房 但可以緩成生活上的大部分其他事情或區域 那種說法依然生效 這種思維和態度 將世界某些範疇劃為屬於上帝的 是神聖的 令一些範疇劃為與上帝無關的 是屬世的 於是我們的生命裏面有某些東西 跟信仰有直接關係 另外那些就跟信仰無關 而那些跟信仰無關 不涉及上帝的範圍可能相當大 如果不是非常大的話 而且比所謂神聖那邊大得多 這種想法 美其名約分別為聖 不沾染世俗 其實是將信仰限定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 實質上將上帝的主權縮小 排除於日常生活的眾多事情以外 令上主變得與日常生活無關 同時亦令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 脫離關係 於是上帝被寬定在教堂四壁之內 上主的作為亦都被限制在教會裏面 而應該是遍及世界每個角落 建築於生活每個範疇的 我們究竟是誰 竟然膽敢將自有永有 全能存在的上帝捆鎖住呢?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Fact strive Fact 第1位 Act勢 那個Ban K